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之后呢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转播广州迎战新疆的比赛 目前的击分榜 浙江队击败了广东之后 现在七胜一铺排的第一 广东是排的第二 辽宁排的第三 然后是广沙 山西 深圳 上海 广州 北京和山东 我们来看看后面的排名 后十名是 北控 青岛 四川 新疆 吉林 天津 苏州肯定亚 同西 福建以及宁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希望大家呢 看CBA上迷姑视频 选新疑好物上迷姑商城 CBA周边衍生物满100-15专场特会当中 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季来助力打高 这场比赛呢 一个是排名联赛第九 一个是排名联赛第十六 先不说排名跟这个对阵 先说新闻焦点 两者球队实际上在整个赛季打到现在七场比赛 应该是焦点最多的 特别是大家知道 郭志强刚刚是被判罚 要停赛七场 五场 五场 七门比赛 五场不少 对 停赛五场 在早上十点的时候 广州队已经提出了申诉 大概到现在这个时长也接近十个小时了 但是还没有结果 这场比赛呢 临场呢 应该是助力教练带临场指教 那么对于广州来讲是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大家知道 郭志强来了广州两个赛季 对于球队的掌控跟这种段道还是非常明显的 整个广州现在讲究防守 他的防守场均十分呢 是92.4分排在联盟第四 上个赛季实际上也是有大幅的提升 而他场均回合数85.5 现在是整个联盟的第三 上个赛季呢 紧排在首钢之后联盟第二 就是两个赛季 郭志强对于广州的打到很明显 强调防守 强调控制 降节奏 然后发挥他掌上人员 特别是内线的一种群体的优势 所以说这场比赛 郭志强不能够在临场指教 会不会对广州的比赛临场的表现 有一些影响 确实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 对 因为广州这个队呢 实际上他上赛季 我觉得郭志强来到球队之后 广州当季就打进季后赛 那么这是非常不容易 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和挑战 对于广州来说 因为广州这个队咱们就从人员构成来说 说实话呢 第一 运动员比较年轻 相对年轻运动员比较多 那么第二呢 这个绝对天赋实在有限 是 那我们简单来说 广州队的运动员呢 要不然就是大学生 是吧 大学生过来的 要不然呢 就其他呢 有很多呢 其他球队不用了的运动员 拿过来的 那么手里一样 是这样一把牌 拿到郭志强手上 可以说郭志强知道 打得非常出色 对 把这个球队的 这个每个人的作用 完全给他 很好的调动出来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个球队呢 其实是很依赖 郭尔导的临场 这个指挥的 对 很依靠郭尔导的临场的变化的 对 他和有的球队 有的球队 因为可能老队员比较多 大家打得比较成熟 或者场上呢 场上有核心 过去来说 我们球队有外援 你不行了 需要解决问题 你把球给外援 他就解决了 对 那么你叫一个暂停 然后咱拉开 一次拉开单打 球给外援 都能解决 所有教练都可以叫 但是广州这个队呢 并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虽然他 今年他的外援 这个梅森刚刚到位 两场比赛 但是梅森 说实话 我们看的他这个比赛 就是这位 就是个人能力 确实有限 确实有限 还没真正 就是展示出 大家对他期待的 这种表现吧 因为他以前在欧洲 从数据上 各方面 这个纸面上 还是不错的 他在VTB 在意识力联赛 这个VTB 他是场均 差不多15分球 15分球 以那个联赛水平 因为过去 我们的运动员 就是外援 打过这个联赛的 比较多 在那个联赛 如果是场均 就15分球的话 确实能力有限 不是说我把球给他 像过去吉林琼斯 马尚 或者威姆斯 这种运动员 他能扭转乾坤 这种运动员 他不是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 郭尔导不在场边 如果顺还好 如果球队进入逆境 打得比较困难 这种情况 其实对球队影响 还是挺大的 对 这就是赛前 刚才抛出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郭尔导不打场边 对于球队的掌控 因为这两年讲的 就是防守 节奏和控制 失去的控制 广州 他刚才杨姨也提到 他确实是天赋 跟什么级别的去比 跟顶级天赋比 还是差一些 所以他整个的球队 在郭尔导的这种掌控 跟细节的这种梳理当中 赢弱队 他还是稳胜的 打相近的球队 比如本来 他赢了山西 然后他也是能够 在关键球上 像陈英俊 包括外援也好 包括这朱明镇也好 他能够 把关键球盯进去 这样能拿下比赛 但是跟顶级天赋比 还是 说实话 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如果对方是顶级天赋 天赋明显超出 那哪个教练也没办法 这是被碾压状态 但这个赛季 就是广州赢 山西那样比赛 我印象很深 就打到最后时刻 其实他一直是被动 打到最后时刻 郭尔导 叫暂停 当时是落后三分 便于小阵容 郭凯打中锋 然后连续两个 陈英俊和郭凯挡拆 因为郭凯打中锋 是助名镇知道四号位上了 助名镇李京龙 投手拉开空间 陈英俊和郭凯连着俩挡拆 最后赢一分 这就是临场应变 这就是临场 就是临场的一招棋 可能取决结比赛的胜负 而且就是在这种 就是大家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但是今天郭尔导不在 而且是第一场 就是广州无从适应 虽然新疆队现在阵容不整 而且是缺兵少将 但是他要面临的困难 就是怎么去面临 主帅不在场边 顶场调控的这种状态 所以今天对球员 在场上的自主性 我觉得要求是非常高的 另外当天大家也看到了 新疆目前是两胜五负 而且在本赛季 大家知道周琦离开 球队内线努吐布拉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是重伤 赛季应该第一阶段 是打不了了 说内线一下就是差得非常多 而这场比赛赛前 有消息 阿卜杀木 曾凌旭 不能出场 这样球队实际上 它的阵容就会更加受到影响 所以这场比赛 就是新疆怎么来面对广州 我觉得也在用人调配上 然后在阵容上 特别是球队的欲望上 开场的这种冲击性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关键是 因为新疆的进攻 能够怎么去展开 因为广州实际上 广州是防守的顶级球队 没错 那么到现在为止场军失分 是排联盟第三少 广州这个球队本身 郭尔导的队 进攻天赋有限 他也是救靠防守 就是救靠防守 那么新疆 就是阿卜杀莱姆 沙拉姆不在的情况下 他实际上他球队里边 没有一个真正能够 能够稳定持球发起的点 余德豪是这样 余德豪可以拿球 但是余德豪 因为他的投篮能力实在有限 对方会选择 从掩护 我绕过会给他很大的空间 对 从后面穿 那穿他 他想去组织并不容易 对 除非他能够开局 把篮连续投进 那么这个球队在场上 从判断能力 组织能力最好的 曾灵旭这个赛季 实际上他的时间 已经到了生涯比较低的 16分钟 16分钟 而且今天晚上他也不大 今儿连16分钟 都没有了 那么谁来组织进攻 实际上新疆是有终结点的 唐太玉 对 麒麟 是吧 能跑 能投 他有终结点 但是你谁来发起 谁来给他们输送炮弹 我觉得新疆 今天对他进攻来说 是非常大挑战 如果他打不进 那么他退守能不能解决 对 而且没有进攻发起点 他就更需要防守 防下了之后 大家统一地 然后输地球防守弹机 这样解决没有持球点的问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希望大家扫描屏幕下发到维码 加入咪咕视频 CBA官方粉丝群 去北活动精彩分成 更有神秘好体等您来领 希望大家积极地跟我们进行互动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新疆目前的情况 新疆因为这个赛季 它内线是完全变化 而且是越来越缺兵少将 它场均失分已经到了55.2分 这跟之前内线有周琦的时候 你不可同时 一场比赛内线丢55分 这也太可怕了 另外一个的篮本球 它现在是联盟第十 但是新疆现在还行 篮本球你看联盟第十 基本上还算中游 但是呢 它梦碰点内线绝对雄厚的队 它就被打爆 是 比如打北空 打北空内场 其实我记得 我看得非常 它篮本球输了30个 36 但是是这样 60楼比33 篮本球输了30个 人家打加10了 这个 那就是说 北空别的地方坐的 多么 多么 是吧 欠缺 所以呢 就是说 新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它内线确实是 缺兵少将 然后篮本球弱势 而广州这边呢 它确实是内线 仍然是占优势的 在这场比赛 是这样 我觉得 占优势占优 但是有多优 因为 这浓煤不打之后 现在有福卡基江和艾斯买迪 好 为了 谢谢 请坐下 那么 现在新疆这两个内线 都2米05 那广州呢 你从它内线 绝对身高来说 它显然是占优 但是广州很有意思 广州这个内线四个人 高矮胖瘦四大金刚啊 没有什么真正的内线 得分能力 对吧 你比如李延哲虽然高 但是其实它中戒能力 并不强 正准外边投的 这个郭凯呢 中投小亮仔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 就是年轻点的 这个齐浩童 那么 所以其实广州真正在 篮下的攻击能力 并不强 对 它打不到新疆的 就是绝对痛点上 但是只要新疆这边 要做好栏目球 对 保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在阿卓沙拉姆 今天也确诊 那么新疆 你可想认知它的进攻 我觉得大家能想象 对 不会很好 你本身呢 就没有太多 有攻击能力的点 对 又碰上一个防守型的队 对 然后呢 你又把你两个 其实一个先发 一个板凳上 最能够带动球队 和主动发起进攻点 这两个点又血藏 对 所以它今天的场面 我们从赛前的预判上 是可以是很清晰的 一眼就是看得很清楚 对 但是呢 比赛就是这样 比赛你是一个回合 一个回拆解 就是随着竞争打的 对 它有时候呢 确实是 团体或者集体 能够解决个体的问题 就看今天新疆 怎么在场上 另外就刚才我提到 就是说 当你的进攻 发起点不足的时候 你还是要靠防守 如果你的防守 能够立得住 你有更多反击 其实就不一定说 球在谁里 手完全掌控 去输理进攻 对 而新疆现在也是 联盟当中抢断 非常出色的球 对 它场军抢断10.940 排在联盟第一的 是 它封线这个抢断 能力还是挺强的 对 张庆五指导 张庆五指导 广州的首发呢 两个后卫 梅森和陈英俊 前锋 注明镇 两个内线 郭凯和李延哲 常用的这个首发 对 曾灵旭 曾灵旭 本赛季 他的场均上的时间 已经直接生下最低了 16分钟 但是曾灵旭 这个赛季的 三分钟命中率 44% 跟投篮命中率 50% 都是职业生产最高 对 今天不打呢 这一点的损失也非常大 就余德豪身上存在的 这场比赛的压力就太大了 是 这边余德豪 麒麟 朱传宇 埃德迈迪跟阿尔斯兰 哦 朱传宇也首发 对 阿尔斯兰首发 阿尔斯兰 余德豪 双口味 这边 梅森 著名站 李延哲 郭凯 陈英俊 广州 仍然是 不变的 对 因为他也在 赢球的节奏当中 而且这个先发呢 他整个轮转 现在用得非常顺 阿尔斯兰 阿尔斯兰 余德豪 双后卫 去对 梅森和陈英俊 双后卫 我想应该是 这个队位吧 我首先担心的是防守 对 因为余德豪 特别爱犯规 对 他在 现在国内后卫当中 当然他特点特别鲜明 是 突击能力 带动能力 但他的篮 包括他防守当中 有些错误的判断 对 跟喜欢下手 都是下手 阿尔斯兰呢 就不用说了 他这个防守点 因为受到他 就是身体条件的限制 是 而那边是梅森 跟陈英俊 就是说 这个能不能顶住 顶住外界的防守 我觉得是新疆 当的敌咬舞 对 问题因为 其实广州这两个后卫 就梅森和陈英俊 他使陈英俊是核心 就陈英俊是广州的核心 而不是梅森 对 那么我们看看 余德豪防谁 是吧 这两个后卫 对两个后卫 我们怎么对 感觉到张二郎的紧张 是吧 是 挺紧张的 从表情上 这个可以理解 是 因为你突然间 就临危受命 坐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而且大家都在关注 这场比赛 而且看你临场的应对 是不是 看看怎么样 对 也算一个小的考试 开场呢 就是 内线是朱传宇 跟埃斯拜提一起上 阿尔斯兰上来就扔 对 打得非常果断 看看防守 突进之后 全场领防 用积极 用脚步 去限制对方 看看这防守 上来就 连防 连防 二三 上来守连防 全场领 上来守连防 对 一个大的二三 扩得非常大 对 这边很耐心 这是主人的脸 一个号 突进 四人夹击 底脚的机会 今天的新疆这个外线 头子是非常果断 火 这掩护 他这个联防 因为上面两个后卫太 对 所以他虽然手艺23 但实际上埃斯拜提这点 包括麒麟这点 它是等于是 不停地要从两翼去划 对 它要兼顾底脚和四股度 实际上对这两个体能 尤其埃斯拜提这体重 是 125公斤 是 要求是非常高的 没错 因为确实两个后卫太矮 上面守两个 这个23的2 容易让人从头上传 对 而且他因为矮 他总是会形成对球的夹击 两个人要去对这个球 对 攻得倒是很坚决 出机会就投不犹豫 追身 陈英俊 也是没有 广州今天连续几个机会投不进 刚才主名阵 底脚 大空位 这是他的点 陈英俊 空位 阵地进攻 看看怎么去梳理 这就是偷偷点离谱 但是广州有点不太适应 这个联防 还是底脚 还是没有过 主名阵投一过桥 主名阵上一场比赛第一次截两分钟连终四个三分 全场33分钟的阴影 对 因为主名阵是现在联赛里边顶敌的三地运 而且那底脚又是他的点 这个联防上来呢 因为大二三前面两个小个扑出去 那底脚的人总是往上滑 对 主名阵那连续两个大空位 然后投的就是很离谱 没错 所以大家交代一起 陈英俊要给大家交代一起 要聊一聊 这攻这个联防 大家要更清晰一些 而且我觉得主名阵 他上了之后是心里的问题 对 是不是郭尔老不能在领场直角 对于他有点影响 而且对方就是核心不打 对 是吧 两个空位 一个投了一个特别歪的单刀 一个投了一三不瞻 对于这种顶级的三地 而且这个三地 主名阵三不清明容率 已经达到一个巅峰了 四十四 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四十四 这个前两次出手 不是他的水平啊 没错 那你要解释的话 就是心里出问题了 心里出问题 那你要就是连接这个事的话 肯定就是跟赛前的事 可能是不是有一定关系 对 朱川宇是完全拉到上线 要腾出内线空间 爱子曼提 左手 篮下终结不了 这个货 好球 这边新疆迷腿回去 这就是对厂商进攻的梳理 因为新疆太习惯 厂商有阿卜特萨拉姆 这个风险过渡 你现在的球呢 是后背直接交内线 而且广州防这个挡拆 他是有心得的 于德涛现在挡拆之后 他找不到 爱子曼提跟朱川宇的这个位置 这地角不投了 往里走了 刚才其实呢 一闲接球也是空位 但是因为前两个没投进 换到这边往里走 抛投没有 三投不中 心理上明显起变化 对 今天正面 也是没有 说实话双方开场 都有很多不错的投单棋 是 但是真是不准 这一看 陈英俊 不给了 对 一看那边 其实住民阵空了 不给了 因为三个没有了 郭凯 陈英俊一看 兄弟你今天开场 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对 对吧 这球有机会也不传了 因为你如果住民阵 底脚不进 好球 阿尔斯兰两个三分 阿尔斯兰 确实没有包袱 联防一直守着 对 因为你现在就是投手不进 投手不进 我这联防我就很舒服 发球线 不开进去 还是被朱三宇的高度干扰 朱明镇 今天怎么了 篮筐盖盖 小伙子今天好像是 心里藏了万斤压力上一个 这四个球 好球 两个三分空位 一个跑投 然后一个篮下补篮 这完全不正常 完全不正常 对 艾兹麦蒂刚才中距离 左手中距离 这是他的特长 这打到现在呢 广州其实呢 他这进攻是失常的 五分钟五分球 我觉得进攻组织没问题 对 组织没问题 机会出来了 终结大家都特别慌过 是 谁也不进 你说新疆这个联防 有什么妙处 或者有这么高的质量 麒麟这回应该有了 对 你看 这回他没运球 前面的球呢 处理呢 他都得运球 一运球 麒麟这个命中率就下降 没错 广州开场 陈永俊急了 陈永俊说 大家什么情况 人手的这么一简单 二三连防 而且说实话 这防守质量 都能导出空位 对 给谁谁不进 没错 有那么大压力吗 有那么紧张吗 这又不是生死战 是 只不过是一场 全国焦点的比赛 我觉得 是不是咱赛前说的 就跟主要练不做的场边 多少 运渐情绪上会起些变 或者呢 多少呢 有点清理 因为新疆呢 本身来说 二胜五败 今年没有周期 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比去年相比 战斗力是实力下降了不少 再加上今天呢 让出两元大将 你又让 阿布图沙拉木 和曾令旭 最主要 我这核心 阿布图沙拉木 我让给你 好像觉得 胜利唾手可得 对 就是没有真正为 就是广州没有真正为 这个比赛 去做好准备 而且人家一上来 从第一秒钟 守这联防嘛 我觉得广州当时 就有点懵 阅读的得有五秒钟 没有想到对方上来 第一个回合 就开始守联防 是 而且守得这么 上线这么矮的 两个后卫的 一个二三 是 就有点懵 你看看上去 说实话 满眼都是机会 是 但是这里头的时候 不果断 你郭凯的中距离 郭凯利用挡拆之后的 下顺 著名阵的空位 这都没有了 这个暂停还是很及时的 让大家能够平静下情绪 换人了 新疆 把阿尔斯兰换下了 是不是 唐台狱上 唐台狱 对 现在这个上线呢 高度比刚才高了不着 好久 三分 就关键时候 打球是这个心理 速度过硬 就是打球比较硬的 还是陈英俊 确实是场上 他是场上的 绝对的核心和领袖 对 就关键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打逆风球的时候 他是要身先十足的 而且他是这个球队 真正 这球传的 这球这么球给朱山宇 直接回来 打了一个 5比0 5比0还是7比0吧 刚才13比5 是吧 现在13比12了 过来连段两个 7比0 7比0 成俊五分吗 其实还不换 这阿尔斯兰打得不错 阿尔斯兰打不错 近两三分 而且你有两个后卫 有两个人可以持球 因为你上场才运 实际上也不比阿尔斯兰 靠多少 对 对吧 对 然后本身呢 就是阿尔斯兰的那个灵动 和防守的那个积极性 可能还受影响 是 而最关键的是 阿尔斯兰手正热呀 是 防守的时候 对方是不敢放的 而且特别果断 而且他是会牵扯 你的防守的重心的 是 来看看陈兴俊 陈兴俊场军已经是17.1分 4.7个篮板 9.3个助攻 他是整个球队的得分王 而且这个赛季 确实就像杨毅说的 他是整个广州 虽然有迷森 但是从 进攻的组织和终结来看 他是绝对的内线的得分王 就球队的得分王 对 包括大家看今天这个 就是这前面这几分钟 那么去组织进攻 去输送 都是靠陈兴俊 暂停回来 把朱传宇拿下了 其实朱传宇配埃兹麦提 我觉得这个配备 其实并不奏效 特别在进攻准 两个人位置感 位置上的认知感有点问题 而且SY提那个特点 那个行进间内线 左手那个小勾手也好 跳投也好 也发挥不住他的威力 这边下著名阵上李金龙 换头手了 你看李金龙没压力 换头手抬手就进 咱就说 这就代表了一点什么 因为底脚三分 两个人都是强小 对 围场上的变化 就是心理上的活动 是 因为李金龙没压力 周明镇想的太多的 可能是场外的事情 是吧 他就会产生投篮的变化 我们看李金龙 投中底脚 这个投一个三分之后 我们看新疆会不会改防守 因为到现在为止 新疆是一直在联防 没错 这边投手投进了 会不会变防守 而新疆这联防呢 就是开始两翼滑得很快 挺累的 其实应该在买题 但是一看你不准 这俩人也不滑了 是吧 保存体力 我没必要兼顾底脚到45度 因为你投不进 现在 连折下了 那应该是上正准了 50号正准 发中之后全场二二一 那回来还是联防 对 还是这区加击二一 回来还是二三 对 他这个联防啊 真的上线 真是没有任何攻击性 你随便输 随便发球 衔接发球线 但是就是投不进 对 另外大家看刚才处理 就这梅森 这能力确实有限 对 近接到中距离 不知道怎么办了 好球 好球 这个上 余小辉 今天上 因为那些确实没人了 两米一三 这平时很少上 很少上 已经得四分了 对 今天热布卡迪江就不用了 现在没上啊 就正常应该热布卡迪江 和外套麦迪可以 是 守这个联防啊 是 外套麦迪行今天 哎 这是他的点 你看他珠川雨下去 他空间感好的之后 他那个特径就来了 对 因为他手势非常如何的 李静龙 上线手提手 掩护指导还可以 哎 篮下三人合围 阿兹迈提 考特体重 对 没点进去 再来 这是他的点 好球啊 三投三中 对 三个小中投 对 他这个手好齿 而且他这个左手的 这个跳投是非常有特点 是 但是明显跟珠川雨一块上场嘛 他没 不知道怎么打 你知道吧 哦 新疆准备换三个人一下 哦 都在前面坐着 正准啊 他就不能运球 嗯 一结合球 这一下就没了 对 身材太高了 对 所以都是 他扑他就扑他那一下 不让他接球跳投 新疆开场 今天针对性这个联防还是起到奇效了 让广州很不适应 好球 好球啊 这个于小灰呀 我觉得还是挺能出球的一个 对 年轻球员 对 两米一三 身高必长 这必然估计得两米二十多 对 因为他打得很冷静 对 刚才这球观察 然后球敲进去 因为把正准调出来了 底线反跑 他能侧应啊 是 他能传 这个能够解决 现在进攻没有发起点的问题 所以二老 这种调整也是对的 他没先上热布卡提江 热布卡提江主要也是 就是防守嘛 是 串联 但是呢 他可能起不到 于小灰这种调动传球的作用 现在上贾明如广州这边 把那个梅森换去了 梅森外援在场上 没什么作用 对 正准我感觉今天非常刻意的往里去 嗯 他的接球点啊 你看都比平常更深 而这联防呢 他也不是说站在外线 就等这个投篮机会 一个中距离跑投 这是篮下一个溜底线 是 可能也是刻意的觉得 对方的篮下没有 嗯 内线实力不太强 嗯 有这个意识 他这于小灰啊 就是说阿指导会用这于小灰啊 在不在广州的预案当中啊 肯定不在 不在他预案当中 对 对吧 因为呢 就是你前面 之前从来没用过 没用过 对吧 那么你认为就是热夫卡提江 艾兹麦提 再加上朱串宇 可能他就轮换这个两个位置了 对 那么突然间又出了一个2米3的 嗯 好 朱明镇 威廉在底下坐半截 对 平复一下心情 没错 看看比赛上来 嗯 看看这个枪能不能热起来 因为朱明镇他本身的特点 就是打球比较专注 就是打球比较专注 内心比较平静 这就是他的特点 对 好球 这是新疆 刚他们说的 他场军抢断 现在是联盟第一啊 是 场军11个抢断 但是呢 你要说广州现在是联盟当中 就是失误最少的球队 场军失误只有14次 他总是今天是抢断最厉害的队 碰着失误最少的队 对 但是呢 明显今天 从这个打到现在 能看出一些有些轻敌的成分 是 还是紧不起来 陈英俊自己摇摇头 因为可能站在他面前对位的这些小将 他都不认识 对 是吧 包括断的这个 可能都叫不上名来 他真叫不上来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特点 是 就是阿尔道敢用人啊 现在今天是彻底的青春风暴 全是小队员 往往呢 就是处在绝对弱势 然后我主力又不打这样的球队呢 教练员呢 就敢用人 因为呢 我就是输了 大家都能接受 对 是吧 对 说句俗话 有早没早打三干子 因为我本身就没人嘛 本身就对 正准 正准 这是他的点 对 得正准也不准了 这个正准都不准 这个今天广州的第一节啊 显然准备不足 对对方的人员轮转的预案 然后是出牌的顺序 以及上来就守这个联防 而且守这么一个 就是常规版 不能再常规的二三联防 一手到底 就完全没有准备 摸个套 走圈条 有吧 你将持球攻啊 这也不是他的特点 可以 积极 余晓辉滑了出一个底线球来 来了 看眉三怎么样 行进肩 还是有点犹豫 再给正准 有没有 没人防 这回来了 对 这种控正准 给他一次 给他两次 他一定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 怎么样 这个还是短一下 热布卡迪江啊 还是 他也是中头 对 这个新疆这两个内线 埃斯曼提 热布卡迪江 都是中距离 他拉的三分线外 你看就是前框 就稍微差一点 对 你现在 现在新疆场上的阵容 伊利弗拉提 西尔扎提 热布卡迪江 还有于晓辉 这个阵容 基本上 再加藤太玉 藤太玉 这一截 新疆得了 三十分 缺兵少将的情况下 这个阵容 面对广州 这样一支联盟 顶级的防守型球队 专门靠防守吃饭的队 一截 三十分 而且又拿一烂门球 对 全搞积极性 广州对于他们面前的 这支球队 这个配备和阵容 真是完全不熟悉 没有预案 众敏伦拖进去 顶着上 怎么今天总之 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 不对劲 对 是吧 不知道什么地方 但肯定有个地方不对劲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对 他自己也在调整 但是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是做的对 因为你这时候 无论如何就突进去 要两个杀伤 要两个杀伤之后 你站在罚球线上 你去罚几个球 你去找一找这个手感 这时候前面投的 有点离谱 就不要再投了 广州应该是赵燕满了 今天广州人员轮转 也是挺开放的 人员也用的很多 赵燕满其实平时打的不多 就郭尔导用的时候 尤其是前七轮 用的真是不多 郭凯这赛就回归了 而且他四号位确实 打的时间非常长 对 看赵燕满在上赛季 郭凯受伤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 打四号位打的是很出色的 是 能冲能抢 特别凶悍的一个球员 对 他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最后一攻 突进去 再转好球 伪得漂亮 这个球突到篮下 双人夹击余德豪 完全放弃余晓辉 那个位置其实 就余德豪突到那么深的位置 钻在中锋的怀里边看 这个他不补不行了 不补上篮了 因为前面一过一 一过一完全过去 就不补上来 好 新疆第一截是得了32分 这样一个阵容 其实你说有效的进攻梳理吗 不多 就是靠大家的积极性 前场栏目二次进攻 另外呢 就是有不错的断球反击 一个转换的机会 还有一个篮板球 第一截是17比10 新疆赢的7个篮板球 广州呢 第一截确实打得挺慌乱 这个慌乱表现在 一个是硬队 另外一个就是 从预案和策略上 另外一个就是 每个点在获得机会的时候 出手的这个专注度 心平气和 都是看不到的 对 我觉得呢 现在对于落后的广州来说呢 还是一切都从防守开始 因为本身这个球队 它不是指望进攻的球队 你第一截 你让没有阿卜杀拉木的新疆 得了32分 这对广州来说 就是显然它是无法接受的 对 那么本身你去跟对方拼得分 也不是广州的这个强项和优势 那么新疆其实第一 这个第一截 它投进了很多很高难度球 很多运动员出色的发挥 这个谁 阿尔斯兰那两个三分 埃兹麦蒂那三个中头 三个中头 三头三重 那么你看到它的国感 它的坚决 但是你也得承认 新疆第一截是有超约屏发挥的 对 就是说 他这个包括这个余晓辉上来之后 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你不知道这运动员什么特点 那么这些呢 都是新疆就是第一截上来 让广州吃了一个下马威的这个原因 人人奋勇 那么对于广州来说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坚持自己的防守原则 你要清楚这些运动员 了解他 那么每个运动员的什么特点 他是你是要防得头 你是要防得突 每个人你还是保持 你的既有的赛前准备好的防守策略 不要乱 对 或者说不要过度的去变防守 或过度的去协访 对 上线大赢武 大赢武 再加鸡了 好球 这球就是打得比较扎实 郭凯打得就没有那么毛躁 对 好像老想骑着人上 你还是做一些动作 然后做一些 打一些时间差 赵燕满 在这个赛季 我觉得还是看到进步了 李延哲 李延哲还是看到一些进步了 鱼角龟啊 他别看他瘦啊 他养护质量很高 是 是吧 又丢一篮板 而且他扎得住 又不会形成养护犯规 这边快退转换 没有陈英俊这段时间 还是对广州的考验 不然就逼斩了 两比三 这球 这球到底是给谁 麒麟要持球攻 看看 左手运 第四个 四投四中 他这个不后仰不进 这个本身 他也习惯 这个小后仰 左手的这个高点跳投 五投四中 本赛季 埃兹满提的命中率 百分之六十一 非常可怕 好 这梅森三分也没有 这个刚才 你看这个底角的 这个麒麟犹豫了一下 我上不上 最后决定 我让梅森投 我不让底角那投手 我给他投 梅森三分球是 前两场十三中二 你看 朱传宇 这手感 这如何的手感 是 四打一 四打一 赵英俊放了 这分差十分球了 又回到十分 他场上没陈英俊 真不行 赶紧给拿回来 还是这联防 法球向全给你 这个破联防吧 真是缺少一些变化 法球向全给你 底角全给你 而且你知道你处理不好 太好的这样空位的机会 而且郭凯就是拿着球 还是奔篮下去 其实刚才法球院也有 底角著名阵也有 反而就是这么年轻的阵容的 新疆守着联防 倒是看出取舍特别清楚 特别清 取舍特别清楚 我上线给你足够的夹击跟扰乱 然后法球线给你 底角给你 但是我保护篮下 不揪咱们球 你看 法球线给你 你随便出取球 就是我接受 我接受让朱明镇运球 对 运球可以 而我接受你法球线 你这种出手的机会 对 但是呢 我因为中锋不出去 然后两个底角回收 我不丢篮板 对 真是效果不错 是 就若对打强队呢 他一定得取舍 所以我们还真看出 新疆队这场比赛特别在防守上的这个取舍 虽然他连防一直没变过 对 但是效果好啊 效果不错 对吧 两罚不中 主名阵怎么样 终于见了 这就是说 是不是宣告回到常态 是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说这球投进之后 我觉得踏实点 麒麟摆脱不了朱明镇 很难一打一的 一小灰 再来 再来 这球啊 被陈金镜挂了一样 是 令人胆寒 这因为个个劲啊 这超水平啊 对 确实也是他的特点啊 但是今天确实前面太主了 你那个个个劲就是 就想起刘欲洞了 对 扯凳子 好球 真票 阿尔索兰三个三分 阿尔索兰在场上是 我觉得是最果断的一个 是 你看他场上呈现的那种状态 他就没有任何心理包裹 赛季啊 三分球命中率30% 场均是6分 是吧 那么过去三场比赛没打 现在已经是三中三了 对 一角的机会 犹豫 再传 回给入名列绕一圈 好球 一圈还给投手 这个 这个 这个谁 就是广州这个梅森 他进攻的时候 到底能干什么 现在就是说 是吧 因为你看 他头 你从后边两个球的处理 你感觉他 你看 他让阿尔索兰骑着他打 就阿尔索兰打他 多有信心 因为你一个外援啊 我说实话 是吧 你一个外援 让这个 本土球员 骑着你打你 之前的比赛还 不是这样的 这两球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二加一 而且进攻参与度也没有 进攻参与度没有 或者说对这个联防 完全就是失去主动性 对 再说一个在 久利欧洲的一个美国外援 应该对联防是很熟悉的 不是说防守策略的问题 而且你看他现在几项能力 投篮能力 是吧 突击能力 转换上球能力 防守能力 防守能力 你现在就是看了一节半 这个运务员 看不出来有什么能力 新疆小伙子们打得开心 开心 陈英俊着急 陈英俊实际上就是 现在其实场上教练 他确实是着急 但是现在好消息是 住民阵回到常态了 如果底角连续给你 让你付出代价 这联防还敢不敢这么熟 现在是任惊人 现在任惊人了 回到惊人了 对 任惊人了 可是你场上有朱川宇 换惊人 这个确实是有点挑战 是 这幅 你看看 中间断了一个 被陈英俊挂的一个 又投进了 真的 打到现在位置 好像左手的刘宇栋 对 是不是像刘宇栋 是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刘宇栋 也是右手肩上脑后 是吧 主要刘宇栋没后仰 没那后仰 遇到大摇路才后仰 他是无论面前是谁 是谁都得后仰一下 不后仰不投进 埃子麦迪本赛季之前 已经命中率61%了 你要知道这个内线61%呢 它其实很多球是投篮的 它不是说在篮下吃饼啊 对 或者说空间呀这种 非常恐怖了 而且它虽然只有2米03啊 但是它体重达到125公斤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它只要是靠住你这么一转 它靠到身体把你转开 这空间就出来了 是 这手真柔和 这个手感出去的时候 还让我想起大志 大志也是左手 是 就是那个 是吧 对球的一个控制 是 八投六中 十三分球 手真好吃 把竹川宇拿下来 如果你要守盯人 你就不能用竹川宇 要不确实就正准这块 确实里面控制不了 是 顺下 陈文静够硬 好球 真是够硬 防篮篮下是 去补防对方的内线 进攻是顶着对方防守 直接上篮的打进 再来一个 不投了 别犹豫 再来 来了 几个 我现在看 艾斯曼提第几个 第六个了吧 艾斯曼提 我看他这个技术 他那个后仰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罗班迪那一下 对 对吧 因为说他不后仰 靠他那个投篮吧 那个球是要大 没错 他是靠后仰 把那个怎么说呢 有点像 狙击步枪 搂班机之后 那个后座率给卸掉 对 就那个感觉 对吧 你看 这是这种刻意的后仰 这个是 不后仰 那个弧线出不来 对 因为他不管面前是谁 因为刚才这球 前面是正准 对 是吧 就是面前不是 高大运动员的时候 他也是后仰 场上有两个投手 两个风线可以投 正准这个很难 对 正准今天运球的欲望 杰克球进攻的欲望 特别急 而且杰克球之后 投进了 对 坏了吧 莫克塔尔 对 今天新疆进攻 打出高水平 对 莫克塔尔 我印象当中 莫克塔尔有没有 进过三分 就是这个赛季 其实我印象 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充益力很强 然后能防 但是呢 并不能投 其实他这点 是明显是广州 是给他的 对 今天都打开了 而且就是新疆场均 96.6分 今天这打了 一阶半多一些 已经50多分了 对 今天进攻 真的打出高水平 而且是在没有 两个这个 进攻主将 在场的情况 是 就靠着这么 一批 生猛的年轻人 个个没包袱 你说机会合理吗 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机会 也并不是 完全导出空位的机会 是 但是顶着头 包括像艾斯麦提 这种九中七 你这确实高水平 对 另外呢 就是说在 因为咱们今天赛前 也说 你就是这个 郭志强知道 不再给球队影响 那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边 因为现在你看 点点开花 现在弄的广州啊 有点不知道防谁 对 因为什么 他平时准不准的 今天全准 是吧 那么这个过程里边 就是对于一支 防守球队来说 他还是要依赖防守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看就是 我觉得广州今天 防守上 这个上半场 打到现在为止 它是缺乏变化 缺乏变化 因为要是郭志强在场上 当然咱们也是 这所谓预测跟设想啊 可能早在几个 就是绝对 不能给这点投进之后 他早就变全场顶防 对 或者给球夹击 对 然后让你形成 某些运动像 齐连就给你突破 极客就一打一的 对 因为其实防守上 看不出广州在上不上 刚对方得51分之后 有什么 看不出来有太多变化 感觉比较被动 因为郭志强是 以防守善变著撑的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赛前说的 最担心的 主教练不在 临场执教 临场去梳理的 最大的问题 对 这样你会让对方的 这个投射的信心 就慢慢地覆盖全场 是吧 让他到第四节 也会给你有争胜的机会 对 新疆上不上有机会 达到60分 是 还有三分钟呢 因为其实你说 半场打到现在46分 对 就对于广州来说 49分 已经不少了 广州的现在49分球 不少了 那么他赛季场均 92分的球队 广州 对 是吧 你半场你50分 即便说今天上来 注明镇不准 大家伙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你从得分来说 现在没问题 防守完全10场 防守完全10场 场均只是92分 你这半场 让新疆得60分了 新疆节目战 惨败给广沙 全场得69分 对 对吧 那时候这主力都在 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明白 就是你防守10场了 是 防守10场 就因为防守缺变化 天宇恒 然后因为他吹了 他进攻犯规 然后双手抱头 就是对裁判的吹法 表达出过激动作 又给了一技术犯规 SMT SMT 厉害 小伙子浓媒大眼 这把篮子呀 尤其这中级离 这把篮子 是现在 中国篮坛 我们国内球员 实际上在四号位 一直在说 在这个区间 真的是一特长技术 对 因为很多年 没有见过他这样的 这么投的了 这么投中距离的了 当年吴乃群 对 怎么能投 对 四号位 半截篮 半截篮 然后刘玉栋 他这种准度 已经接近 这些传奇运员的状态 今天上半场 是接近了 因为他拿起来 基本上 你就觉得要近了 这种球 我当年只能看 真的是看到 这个传奇级别的运员 才有这种感觉 是 你半场九中七 你不是留一动 也不过如此 是吧 你战神也就这样了 所以防埃子买迪 有一招 你不能让他后仰 如果他这后仰出不来 他可能就不准了 但是你怎么 能不让他后仰 那你不可能 你防哈登 你待他上的后边放 那不可能 要到后边 他前中这中 你这可能就投不准 16分 九中七 上场那山东 埃子买迪 18分8个篮板 7个前场篮板 又能抢 是篮又准 全场紧逼 这个中间没有衔接上 这个防守 这个防守未变而变 感觉 是吧 你这全场12或者是1211的话 你最起码 你后场跟中场要衔接上 而且呢 就是从刚才这一拍回来 就是新疆其实对广州 回来要守一个这个全场 是你能看出来是早有准备 对 所以破你破的是干干净净 就是打到现在 就是新疆的状态 你完全看不出进攻缺少 主要发起点的这种问题 完全看不出来 反正说实话 比他们之前前七轮 有曾灵旭 有阿卜尚阿卜尔好像还流畅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广州这种防守型球队 绝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吧 他是懵的 是吧 他是懵的 他有点绝望 看着谁都进 这个两个回合新疆连续犯规 就是犯的太快了 陈英俊发球了 阿尔斯兰准 埃斯麦提准 这个过程里边 这个棍的常用的 常用的这个紧逼 然后回来 回来我也给你变一个联防试试 那么去打乱一下你的节奏 看看是不是 回来对 也变联防 这个联防 这个联防你必须要兼顾发球线 今天新疆做的不好的就是 打不进退防有问题 这余德豪面对联防第一个回合 投一三不针 其实那个位置上 发球线埃斯麦提已经出来了 是 就这个联防 你发球线埃斯麦提这么准 一定得兼顾发球线 这两个三分球投的有点强 出于采线 这两个联防一出 我觉得新疆球员反而有点急打的 这三分球出的太急了 好像是着急四处多出空外就要投 出机会就得投 这有著名阵势 风线扑出去 借势一块下 对 借势守卫联防 打打斯麦提这点 对吧 让他发球线给一些压力 你看他这个联防 他其实底线提的很靠上 他注意不让你发球线的位置 对 知道那个点 有这个好球 对啊 就说你不让我兼顾发球线 那么你的底线一定会有 对啊 你的底线一定会有 就说这个联防第三个回合你才阅读了呀 对 正转圈娘 再来 还得是正 今天好像第一枪是试一下 对 后边连中 我感觉就是把这个谁拿一下之后啊 把梅森拿一下之后啊 广州的就是进攻是比第一节要要好了 梅森就是 我觉得进攻的参与度都已经下降了 对 追平啊 回不去啊 新疆不退房啊 反超 这联防还是生效了 四个回合 他就一个麒麟的这个底线空间 那么回来就是打不进 丢反击 对 唐才育 怎么样 好球 关键球要这球 嗯 最后一攻 还是打正准这儿 一个人掩护住两个 假的 再到篮下 好球 这个球很清楚 这个球就是空间拉得非常开 因为正准他有 他已经投进三分了 嗯 所以他在很高的位置上做掩护的时候 你不可能放的 对 所以这个位置做一个掩护之后呢 就两个人去扑正准一个人 陈英俊就可以 欲取欲求的去梳理进攻了 嗯 广州我是觉得打到第二节的后四分钟 才开始回到正常 对 而且防守上全场1211的变化呀 开始试着两个也被人打透了 但是还是坚持尝试 然后联防也有了 就锅儿导那种善变的那个防守的态势 也回来了 对 进攻就像你说的 把外人拿去正常 对 是吧 就正常了 但说实话呢 还得感叹 就新疆这个阵容上半场 进攻这高的点发挥 对 我觉得今天呢 上半场新疆呢 可以说进攻上是淋漓尽致 是吧 因为 场均96分的球队 对 阿卜杀拉木有不赞 那么这个核心是场均23分球 那么登陵旭不打 这个今天半场 他59分球 那么从比赛一开始 我们看 就是镜头滑到那 这个 大家还没看清楚呢 这个谁 阿尔斯兰那个三分 已经扔出去了 是吧 大家记得这个 今天比赛的 第一个进场之后 那个画面 你就能看出 就是新疆队今天 这个比赛 有多么的坚决 因为我 我完全是弱队 以弱打强 我都能接受 我今天 这个阿卜杜不在 大哥不在 是吧 小伙子 每个人上场 都能得到更多机会 就是尽情地去发挥 有几个数据 特别令人感慨 一个就是半场 得了将近60分 因为新疆场军 只有96分 对 这就不说了 当然看了蓝板球 应该也是占优 这个应该是 广州应该是 他们的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 特别感慨的 就是上半场助攻 已经到19个了 你说他高尔平发挥 他也不是说 每个人各自为战 是 上去每个人 靠自己的出击力 然后这种推进事 打法 他还是有效 靠配合靠进攻 你说没有进攻发起点 他进攻数半场19个 场均25个 这个也是超过完成任务 这个就是说 反而打得更合理了 当然今天命中率高 所以造成助攻数 对吧 有这个逻辑在里面 因为这个就是滚雪球 就是说他良性循环 因为上来 大家就非常果断 上来就进 个个进 个个进了之后 大家实际上都就更愿意 去分享球 每个点 你觉得都是机会 因为你比如说你不准 你不准 我今天我再要给你传的时候 我就犹豫了 但是每个点都准 每个点在分享球的时候 都非常坚决 出机会 又投的更坚决 所以这上半场 新疆非常神奇 对 就是看看下半场 能不能继续保持住 但是我们也已经阅读出 广州队从第二节 后四分钟 已经回到常态了 就当他回到常态 一直以防守立足的球队 就可考验新疆 你这个进攻 是不是持续还能高水平 是 而你的进攻 没有高水平的话 你看广州这个防反 而是抓你打之后 金香退不回去 对 这个比赛有可能会 在某一个区段 就会立竿见影 有这种隐患 对 我们只能说有这种隐患 你虽然打了漂亮的上半场 但不意味着 你就有机会 能跟对方争胜到最后一截 对 对吧 对 因为像这种情况 往往来说 就是运决在上半场 咱必须得承认 是超日平发挥 对 那么经过一个半场 这时候如果不停 接着打 那这个兴奋劲还在 那么其实就是 你现在从身体上 包括从精神上 你很兴奋的这种情况 一停 半场秀一停 再回来 你这个手感 就是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延续 而且就是在 在你进攻打得 非常顺的情况下 你容易把 这个很多事情 去简单化 对 当下半场你的手感不在了 那么陷入这个逆境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能不能够 依靠防守去坚持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对手 其实打完一个上半场 上半场能看到广州 非常挣扎 但在这样一个上半场 最后广州 在最后一刻 还是把比分给反超了 是吧 就是说新疆发挥成这样 广州还是领先一分 进入半场 这实际上是广州 其实他真正打得好 广州就是最后的三分钟 是吧 这个上半场最后三分钟 那么变换了防守 那么回来几个反击 把这球 你是给拿回来了 那么这是广州 就是作为 作为他心里的一个支撑点 因为你看到 就是说赛前 就是朱立教练那种紧张 画面给他非常清楚 对 您也能理解 就是上来住民阵那种市场 陈宏敬的焦躁 是 然后每个点的这个不适 我觉得这个呢 包括就是临阵 执教这种压力带来的 他也不敢说大刀阔谱的去变 我觉得只能是中规中矩 是 而你在你中规中矩的基础上呢 新疆这边是 没有包裹的去冲击你 对 但是呢 当比赛慢慢回来 就住民阵也图中空位 而且从你的这个调教上 也敢于把锅到那种临场的 防守的应变也做出来 然后呢 慢慢也回到常态的时候 就好像一切 就是相对谨慎的 保守的东西就过去了 对 就进入到 就是广州的这种常态当中 其实下面场 就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对于新疆的考验 就会非常大 我们能预感到 是非常非常大 对 而且我们看看 就是说 你从场面来看 就是广州 把这个梅森拿回去之后 我觉得 就是流畅性 和坚决性都提升 说实话 梅森呢 这个就是来到球队 打的一场比赛 这场球上不上 应该是他打的最差的吧 最差 前两场还不至如此 打吉林啊 之前没有这么差 还没有这么差 而且就从这场比赛 就是赛前的预判 包括他从防守端的 这种呈现 是令我挺惊讶 是 我觉得可能 从各景上来讲 孤儿岛不在 受影响最大的差 但是其实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防守 把他拿回去之后 防守强了 因为你进攻 他也不能说 起到绝对的终结的作用 所以下面 让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在今天节目当中 还是希望大家 看CBA上 咪咕视频 选新衣好物 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演示物 满100-15 专场测绘中 点击视频下方 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地 助力打高 另外呢 您可以扫描 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咪咕视频 CBA官方粉丝群 趣味活动 精采分成 更多豪华的 神秘大理 在等着您来领 下半场呢 我觉得对于广州 他已经回到常态了 他的防守仍然是这样 就是进入到 他正常的 这个变化的节奏当中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他对你场上 这些不熟悉的影响 也已经基本熟悉了 就艾德麦提的 这个中距离 可能赛前做了一些准备 赛前知道 你有一个61% 脱蓝命中为内线 但没想到是这么准 可能更多的准备 是在阿卜杀达姆 是在麒麟身上 但是在曾庚序上 但是你三去其二 只有麒麟这一个点 你做的准备 其他都没做准备 但是你打了半场之后 基本已经熟悉了 这些运渐的特点 我觉得他下半场的防守 应该就更加的 可以久敌放式了 对 他其实最后三四分钟 这个紧闭防守 回来这个联防 就是已经奏效了 对 那么包括就是说 对刚才我们看联防当中 露的唯一那一个 就是对罚球线的保护 对SMIT的中距离的保护 那么你能感到 就是他的调整 我觉得教练也是这样 就是说作为张志导 张志导 第一次做临场的指挥 是吧 教练也需要去适应和调整 没错 能理解 因为不太敢变 因为你刚坐这个位置上 但是打到慢慢正常了之后 就敢去出变招 看看下半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应对 我们稍微休息 中场之后 继续回到熟梦的第三节 欢迎来到本期CBA 五家球 第五球 使鸿飞基地妙传 一招撕破防线 黄荣奇回头望月 给队友加餐 吴冠西心领神会 顺水行舟 如此大礼 照单全收 第四球 广东赛季首长败季 浙江用团队配合 彰显进攻犀利 任凭你有严密的全场紧逼 我用巧妙的传导 三秒钟便直达腹地 第三球 赵元昊灵活摆头防守 助力如今秋 竟须暴走 强势连线 向东北二人转 发起挑战 第二球 身高不够 智空来凑 面对三秒区的山 天宇祥心有不甘 极限旋转 巧过难关 血液上篮 风动翩翩 第一球 面对新疆 陶汉林交出 三十四分 十八篮板的完美 绝对实力 正名真正强悍 虐狂暴扣 司空见惯 每轮五家球 不见不散 优优优优优独立法 优优独立法 一百八十六分之间 测潺 一百八十三分之间 一点能印象 ин策图 国庇旨废旨庆 只能忍受到 老人庞优独立法 111 十八十三分之间 20四分之间 中国 面对新疗 好了 我们回到双方的下面掌 我觉得张二导的紧张情绪也过去了 站在场边 中场在去调配的时候 已经更加自如一些了 他这个自如 从自己身上的细节 也反映全队整体的 慢慢也更加正常 广州毕竟是靠着一只防守来打底的队 当时他防守正常了 那种变化的节奏也起来了 对新疆的进攻的考验 就会非常的明显 阿尔斯兰上半场四中四 埃兹麦蒂九中七 对 阿尔斯兰那三个三分 和骑着梅森一个跑投 是吧 这个就是每一个球里都能数上来 对 阿尔老要给他这些年轻的球员灌输的就是 不要想场上的问题 就是坚信自己 而且场上这个打法 看新疆队下面场是出朱传宇呢 还是出于晓辉 出于晓辉 于晓辉 于晓辉打得好 说实话 于晓辉今天是骑兵一枚 之前基本上没有上场时间 而且上了之后效果非常好 我非常感叹的就是说 之前打的这么少的一个运队 他的场上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 尤其这么瘦 他掩护质量很高 掩护质量高 然后他敢于处理球 是吧 因为你说这样 他一个中锋上来 一般来说就是掩护抢篮板 你看他掩护质量非常高 他很瘦 但是他两头也扎得住 这个是朱传宇不具备的 对 还是住民战区对麒麟 让麒麟运球 可以接受让他运球 对 就方突破 这也是打疯了这个 那真疯了 这种球劲啊 包括那个艾斯麦迪上半场 那个弹框起来 还很高 然后掉进去那中球 对 是那种会给运动员 一些心理暗示的球 没错 好球 陈英俊给真漂亮 广州这个队处理球水平 最高的就是陈英俊 刚才我们说 连哲这赛季进步 也是挺明显 是 觉得他场上的认知啊 以前打球是 凶猛有余细腻不足 然后我记得上赛季 郭尔导很多时间 给他很长时间 做很高位置的挡拆 但是拆的真开不了 就拆不开 拆不开 但他现在真是能拆开了 而且呢 在整个夏天 是跟随广东队杜势导 带着他打着一个全英会 我觉得也涨球了 这球直接传给李延哲了 接着等拆 再给 没有 拿回来了 黑球 这个球啊 就是陈英俊水平真高 是 说实话 这个挡拆 拆开之后 双方已经失联了 对 是吧 要正常来讲 这球你不是说丢了 可能就是传飞了 而且刚才那一下 就是你要拆过去 你在那一瞬间 你最担心的是 拆过去之后 李延哲拿不住 对 因为你那个球 只有基地 只有基地过去之后 就在李延哲 那个膝盖以下 你就担心 他趴那 他根本拿不住 对 陈英俊那手 趴一下 那球没给 拿回来了 然后再找一个 看这个 跟这下 对 然后到这儿 我再给你 这真是 这真是 拿勺胃嘴里了 是吧 这确实是高杉明后卫 就这个 养护之后 在国内来讲 能够给内线去输出 真是 非常高的水平 而且感叹连哲 这么大体重 他能在脚脖子这辈子 把球接进来 这球也是 这球传他的时候 从人份里挤过来 余晓辉去挤他 没错 这球是在膝盖边上 没错 他还能把重心下去 是 就说明平常 这个下盘力量的训练 做得不错 反规 新疆已经三个反规了 这个麻烦 余晓辉下 挺麻烦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因为余晓辉毕竟年轻 余德豪能防 余晓辉毕竟年轻 其实新疆 现在可以考虑 加一下陈英俊 因为陈英俊 你说他是广州场上 唯一的核心 今天这半场 梅森这个进一状态 如果下面场 说梅森爆了 帮帮的进 那甭说了 是吧 但是陈英俊 是球队唯一的核心 你尝试加一下 因为现在你防 这个挡拆 完全收在后边防 你中间给陈英俊 在中间距离 很大处理球的机会 美一森现在就得了一 就一分 运动战没有得分 而且你说 为什么我说 他下来之后 这犯规了 为什么我说 他下来之后 广州舒服了 他在 你不给他吧 不合适 他是外援 他在现在是 他进攻不加分 防守减分 防守减分 你把他换一下呢 进攻不加分 没关系 对 防守 防守加分 还提升了 对吧 这特别简单的 一道数学题 对 那今天他真的是 真的是太失常了 这林英俊 现在就跟陈英俊 这个挡拆 无论是能够造成杀伤 投进 还是不断造你犯规 打得正起劲 是吧 是 打得正是自己兴头上 两发不重 易小晖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 办厂时候讲的 接着挡 接着拆 到梅森手里啊 就有点停滞 对 他在这打S麦迪 几步动啊 吹犯规了 S麦迪这250斤的体重 你跟他顶 他说跟郭凯的对抗 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丁 S麦迪 你看每一次对创 身体都被弹得离开软一点 对 拿肚子一舔你 你就出去了 是吧 这球 郭凯能博得两次发球 已经是极限了 真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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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他一个那 努处不拉 是真有劲 是 郭凯是CP历史上 现在首位 获得顶新的选秀球员 我觉得这也为大家 树立一个榜样吧 是 而且这赛季回归之后 他场均上场时间 也到了32分钟 也就到了 这也剩下的新高了 下半场三分钟 新疆两分 是吧 这是我们中场 中场有奖子 给大家说了 对 来了 我给你说防这个 就得在他身后防 你不让他后仰 真的 就不让你后仰 这球他点 这个下边这个连辙 郭凯为什么不上去呢 上去就不好使 他后仰 你现在唯一东西 想爱斯麦迪的 是他身后 真准 郭凯中距离 这是郭凯特点 这好多年没见 一四号位 就是中距离 这么有把握了 是 而且不是一两场了 对 他就是赛季 平均的命中率 也是在那 今天是特别准 对 这个 再来 九个 十一中九 那一瞬间 说实话 像不像 就是当时有点夸张 相片大致 跟郭一栋的结合吧 对 对 那个手形像大致 那个身形像刘一栋 是 就是刘一栋 长着王志志的左手 是吧 这梅斯恩终于 这真有信心 真有信心 你现在拔一个进一个 拔一个进一个 再给他 这说实话 头子 广州这 喊我 是 再来 再来 十个 还不管呢 就是广州的防守 还没有人去站中来 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因为现在就是还是联防 联防被一调动 那就出控灯 你联防也得有取舍 你得拉着主要人 你现在很多棋林都可以放 你不能放挨子麦提 这个确实有点 令人震惊 令人震惊 说实话 十一中九 十一中九 就是说防守的反应速度 确实是慢了点 是吧 那么打到这儿 就是说 这个运动员 已经热的都冒了泡了 我想起当年 马刺打雷霆 波波围棋 让一八卡 十四投全中 十四中十四 开场十中十 你投死我看了 发现我就不见目 就不理你 生生投死 这中局 这带的外线也开了 新疆进攻信心 又回来了 好球 双方进入对攻节奏 现在这个联防 是不是守联防 守联防还是有人要兼顾 爱自卖提 对 我觉得要换回丁人 现在联防 让人家爱自卖提 下面上又把手感找着了 爱自卖提 如果再上一个台阶的话 就是他要准备 现在一旦防守上 对他有侧重的话 拿就之后 苗兰 杨公 传给同域的队友 再把队友带开 这就更上一个级别了 对 另外呢 就是他的身体条件呢 实际上就是 是支持他在完成投篮之前 去给方人对抗 对 那么就是刘一栋当初那个 就是往下一个对抗 刘一栋那个力量 你如果贴他 帮着一下 你就弹开了 你弹开之后 抬手就有 对 是吧 因为爱自卖提 这个对抗能力 显然也是摆在这的 对吧 但是在对抗之后 你再起来后仰这一下 你是获得空间了 但还能不能有这个稳定性 嗯 广州在防守上做点什么了 因为现在呢 就这比分这么秒着 就暗自卖提这天解决不了 始终是个非常大的隐患 并不是说他一场比赛 能多多少分 他能把别的队友给激活 对 上去夹击了 刚才你说那夹击来了 夹击 处理球还是慢了 朱明镇抢头一个 三把牛 郭凯抢到 爱自卖提有点累了 我感觉 让郭凯这球 还是隔着 对 从头上摘下来 爱自卖提 打了28分钟了 就他跟麒麟是不换的 28分钟 没看见 轻松上篮 现在郭凯给他上劲了 郭凯这球啊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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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郭凯给他上劲了 对 郭凯这球啊 防他 贴着防 另外呢一顺步 就防他左手 对 所以一头扎着郭凯怀 你看郭凯知道他一定左手 就扎着郭凯怀里了 但是他非常好 他用一个 但是他在帮他 不认为他 他可能都给他 然后他去 他不认为他 他又有事 他想要去 他不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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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尽可能不要运球 这样郭凯就能够防守上 能够变得更主动 而他巴不得你运球 行进间我觉得再去 做这个对抗 再去处理防守 侧影之后接球 如果没有好空间交出去 然后再找空位再接球 中抓 正准 被打 被打于小贵 跳钩 正准今天进攻万发筒 什么都有 跑投 被打 跳钩 中距离 三分球 展示了非常全面的进攻技巧 又会撕饭了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即使是很有天赋 但是你打的比赛少啊 你这种犯规你是真是躲不开的 我说实在的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我看过广州之前很多比赛 在我的印象中 我就是太久没见过正准被打了 因为像今天上半场那样 结合一步球 你防我投篮 我结合一步球 中距离 投呢 虽然不是他的长相 但是呢 我还见他投过两 但是像被打呢 就是因为正准 他知道其实我的体重力量 对抗不是我的优势 对 那么包括在对抗之后 然后被打 转身之后去完成投篮 这不是他的优势 不是他的特长 而且呢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表达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职业球员来讲 就是说即使你有这个武器 对 但是你很多年 你不会使 我可能很长时间不使 很多年不用了 然后这场比赛就让你使 你真拿不出来 对 我觉得无论职业球员 业余球员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情况 是 但是他还真能做的 说白了 还真是做的很规范 这种球啊 这个 居于宋指导 这种球就是说 当你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新秀 一个如此年轻的小伙子 我得教教你打球 是吧 其实运动员在场上 你是不是使用这项技术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你的信心 有时候不见得是你没这技术 你有这技术 但是你没有这个信心去完成 对 但是你有时候看你一心秀 我这信心就来了 我得教你 对 对 人家正准啊 也特别爱教球 教上阀篮啊 投三分啊 是 八分球 这段时间对新疆说考验了啊 然后换成丁人 然后现在兼顾艾斯麦提 艾斯麦提带动补导队友 不让艾斯麦提投了 对 而且是从半截开始的 全场扩大防守 回来这边是贴艾斯麦提 就贴他 郭凯贴 齐若彤现在是 齐若彤贴 这个齐浩彤贴的 你看你怎么办 这会儿就应该麒麟战术了 这种针对向防守还能投出来 那就是 那就是更令人惊喜了 哇 哦 斯麦 神了 你说真神了 这球真是完全看不见个光 肯定是看不见 对 因为两个人迎着他眼看要去夹击了 而且他那个身高啊 这个球完全就是 能闪开不被干扰到 能出手就可以了 完全凭着感觉啊 再来 追身三分 怎么样 好球 阿尔斯兰的助攻 哇神奇 点到六分 又追到两分了 阿尔斯兰助攻唐太宇 这刚才这个球啊 就是艾斯麦提那个点 其实已经被摁上了 是吧 什么叫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这就真是摁下葫芦起来瓢 那点已经被摁上了 这球阿尔斯兰真的就是 看不见 没有什么道理啊 是吧 但是今天我就是这个果断 就是这个发挥 三分球十八投九中啊 50%的命中 这可能是 这可能是 就是打疯了 在CBA赛场上 我见过阿尔斯兰打的最好的一场 没有之一 对 这个谁 艾斯麦提也是最好的一场比赛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啊 如果张尔老从防守角度考虑的话 这场比赛可不可以考虑就别让梅森打 或者让梅森少打一些 对 防守的问题 其实他在场上 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是 当然不能说归结一个某一个点身上 但是他对于整体防守的影响啊 还是看得很清楚 是 就是有时候他在场上 我倒觉得新疆运团的外线进攻 倒有信心 信心很大感觉 没错 因为这球又是隔着 阿尔斯兰又是隔着他 你还不是说就是 贾明如上配这个陈庆俊外线 可能侵推性还更强一些 或者田运恒 那给拿一下了吧 拿一下了 每次拿一下了 防守真是给对方机会的 关系他就是 他也没法以攻补防啊 采线的两分 好凶 两分 现在上谁防阿尔斯兰去了 田运恒 田运恒 又跟阿尔斯曼提转 又阿尔斯兰 突碎 还有一阿尔斯兰 短了 今天第一个投射的三分 阿尔斯兰 容易的球反而投不进 阿尔斯曼提 赛传 唐财玉 好球啊 阿尔斯曼提这两下处理球 还是很清醒的 对 没有勉强去投 找到队友 棋林一打一 投进 厉害 阿尔斯曼提真清楚啊 是 他不乱打 对 不乱打 你十一中九之后 对方给你上劲啊 就怕他就是说 就怕上投 上投 他两下处理球 其实有几次导出空间了 对 但是他还是冷静地找到队 是 这个比赛有意思 陈英俊 这个比赛啊 赛后可以好好的 就研究一下 或者复盘一下新疆这个进攻啊 是 这对于他们整个赛季的 这个信心的激励 是非常有 对 这打陈英俊 刚才 刚才陈英俊是坐在 艾斯曼提膝盖 坐怀里 这种大吃小啊 按艾斯曼提的侧点啊 不要去背吃 接近篮筐 挤开空间 接着后仰 对 因为你面前站2秒20的 还是站1米9的 你的投篮技术是一样 对 而且他真正到篮下之后 他的身高并没有什么优势 对 把陈英俊换下来 让陈英俊歇一会儿 这边的麦提歇一会儿 陈英俊下来 让梅森处理球这会儿啊 还是新疆的机会 对 尤其是防守 梅森 你看防榻其实啊 大家都从后边绕了 对 很多球都从后边绕了 绕他 他投不了啊 我说实话 感觉今天两腿没劲儿 没劲儿啊 他这个启动的速度 感觉就是走着在突破 没错 完全是一个 就散步式的 没有任何运动战德分 六中一 三分球三中零 基本也不出手 对 有一个运动战德分 就进了一个 就在下面场那一个呀 这也有 不要忘了 热不敢林江这点 他的 他也是 他也是中投量载 是吧 两个 两个2.5内线 进了十来个中投 是吧 这个在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就是篮球比赛里无论是NBA还是国际篮联斗太关键了一场比赛近十来个中投 对啊 这项技术其实早已经看上去要失传了对 但是我们的国内球员一些年轻球员看来呃在这方面的打磨和锻造还是挺挺是欣慰的挺是欣慰的 这都是老前辈的这个特场啊 这三分 罗伯卡迪扬三分 但老杰三分投不到 对 这弩着 他是往前顶一下 对 86平了 梅森这个启动加速摆脱这一下 今天是什么情况啊 咱这三分 投长两分最后往前脱一下 对 这使劲往前 那捅一捅那个 指引女人不可能是力量问题 它就是习惯问题 对 就平时就是就是五六米 就我想起李小旭 就是不踩那个三分线 它就投不进 对 然后让出来 只要是离那个线空间特别好 就老头 就是投的就差一样 李小旭在由以前北京队交件 是吧 就是他一定 就一定得踩着那线 非得踩着 对 你看那时候三分线是六米二十五 嗯 是吧 这梅森没睡醒了呢 接着领放 好 好球 好球啊 这球虞德豪 嗯 这个处理不输陈英俊啊 很耐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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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晓晓已经十分球了 怎么样 好 就是梅森这个状态吧 让这边新疆防守吧 就是怎么说呢 就完全不用兼顾 对 就不管他了 就是一个外援 你 你不 你不让对方夹击 你协防 对 这都不正常 你可以不坚固 对 这个就是挺可怕的 因为新疆可以拦下 说实话 其实可以重兵去防你拆开那个人 是 其实他这状态啊 就是第二阵容啊 还不让甲鸣 甲鸣鲁打 对 是吧 对 你看啊 防这个养护 不用去兼顾他 看看这入宫有没有 可以 没有条件 无效 无效 就时刻 提防了梅森的助攻和传球 而这一个外援 再讲 不用防他的个人单干 对 这个 而且你现在新疆 已经进入到这个防守的 习惯抚摸事当中 是 刚才这一截最后那个球 其实已经完全到篮下 对 是吧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攻击的欲望 对 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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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i know you 这是我们刚才之前给大家播报的 浙江是战胜了天津 其他几场比赛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 苏州肯尼亚 现在是暂时领先 看看陈英俊第四节上来还上不上 领先四川三分 这是同时进行的比赛 今天晚上这两场球还是挺胶着 这边也是差三分 陈英俊知道还是把陈英俊拿上来了 就歇了第三节最后那个一分多钟 对 上赛季双方是各胜两场 但是上赛季的阵容呢 跟本赛季变化巨大 对 没有什么参考 广州毕竟有外援 对 是吧 那边毕竟有周琦 那边有莫泰 防空球防得非常紧 不让接球 这球下手 李晶龙的这个防守细节还得雕琢 这种球其实给强度给压力很好 你没必要下这一点 没必要在这犯规 因为对对方背身去扛你 就是不让你去有切球的机会 好球 好球啊 那个掩护质量很高啊 对 余晓慧 余晓慧掩护质量很高 他掩护质 这个年轻人基本功很扎实 对 你别看他瘦 他那两条腿很有劲 你看他顶紧颜折他也不吃亏 是 另外他做掩护质量他扎得住 成全再给 哎呦 这些 极限投锁 说实话俩人谁都没拿住 对 这个是郭凯给拖起你的东西 这是郭凯给拖起你的东西 这是郭凯给拖起你的东西 好球好球 哎呀太可惜了这球 这球要掌的是终结的能力跟就是核心的力量 对 冲冲率 打拆突一步往后撤 这是核心后卫现在非常有攻击性的一种打法 现在就是陈英俊在场啊 广州就是从他个人进攻然后去带动队友 嗯 他还是梳理得非常好 对 因为新疆现在又失误 哎呀 这球穿的 球 这球上飞了 新疆现在这个防守 还是给陈英俊很大的处理球的空间 远户都是完全中锋收在内线等着 对 陈英俊呢 其实呢 他呢 因为他的身高对抗能力就是在这 特别是身高 那么一旦你去加击他 他不容易能够把球支配出来 看这个 在中间区域这儿 就是给了太大空档 就是从防守器械上 余晓慧还得调凿 对 这个就是比赛认知 这球也是 那么掩护之后发生换防 那么热富还即将防他 那么大防小被陈英俊突破 突到篮下之后 一直突到你有斜防 对 这场球就是综合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的优点和缺点 这属于比赛认知 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努力地去防了 但是是确实防得不上不下 你自己不看录像 你在场上你就不知道 对 因为现在啊 就是说新疆这个比赛打到这儿啊 我们从新疆角度说啊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 新疆是有一个胜机的 对 那么杜卑以弱打强来说 你去取胜 你一定要是攻击性的 你手是守不住的 就是攻击性 一个是进攻的攻击性 防守的攻击性 就像你说的 能不能早一些 就是掐住剑头陈英勇 对 你一定要是有赌性的 对 那么今天进攻呢 大家已经开成这样 是吧 我觉得奠定了一个很好基础 接下来就是在某一个阶段 你的防守敢不敢突然间做一个变化 去掐住对方的这个核心 因为现在七分了 那么这个 就是他这个比赛就是在 在可以像两个流向 对 两个方向去流动的 这关键节点上 如果二道有这个后手 或者他有这个计划的话 其实可以出这个杀招了 是吧 但是你要上朱传宇呢 就不容易了 因为朱传宇呢 他太高了 他2米24 他没有那个移动能力 于晓辉呢 我认为他是有那个移动能力的 对 是吧 哎呀 这球断的 这就是年轻的人犯错误 也可以接受啊 二次篮跳起转球好差一点 直接奔框去 朱传宇 朱传宇在底下待时间太久了 手都凉了 陈英俊 对 其实给的空间太大了 他放弃了对梅森的方式 放陈英俊 让陈英俊投空篮 其实我这个也不太理解 就是你那边实际上已经 就是其实是给梅森空间了 你就认为他投不紧 对 从后面穿 你这边为什么要收回去 完全给陈英俊大空位呢 对 而且你那边已经往回收了 就难道现在就是广州的内线 给新疆那么大压力吗 新疆内线 等于刚才是三个去防两个了 这一波呀 其实就是在咱们刚才说那一拍上 没错 那一拍你没有做变化 这个比赛就向着就是 这个流向下去了 对 他脚底下他都站不住了 他这突破这两波 让我想起那年弗朗西斯来的时候 一加速就往地上趴 你记得吗 是吧 这个确实是真是挺 两人震惊的 就这状态 是吧 关键 其实我觉得咱们都看出来 观众朋友都看出来 其实教练可以换他 现在他在场上 他作用陈英俊 陈英俊一个人头死新疆了 是吧 对 但是现在呢 这个形势大好 因为他现在这个作用啊 就是进攻不加分 防守减分 对 这进攻形势大好 是陈英俊厉害 跟他没什么关系 也是新疆他现在在防守上 我觉得有点 太保守 对 可惜了啊 给陈英俊的空间还是太大 一个掩护之后 全是空 他这两个封线啊 包括后卫 其实他已经放弃对 梅森的防守 是 陈英俊这边呢 实际上给空间也非常大 他里边总是四个人防 对方两个内线 对 就是这个太敏感了 就是难道连哲 跟郭凯特里边那么有杀伤力 但是内线他其实是没有 现在太高的这种杀伤力 而且你刚把这个2米24的 朱传宇拿上来 是吧 朱传宇 2米24摸着天 是吧 你只能理解就是 封建队觉得朱传宇那边 是需要我去帮忙 有点是不是就是 过度协防的这种状态 但是你说你现在等于 对方一二号位 你这是完全给空间的 朱传宇 看啥 急 后仰 再来 从我内心 我都特别希望他能 这真是 真是 因为真的很厉害 陈英俊再来 这停住了 那叫李延哲掌球 李延哲确实掌球了 以前这种球 李延哲连接上赛季 李延哲搁不进去 一是高位那位置很高的挡拆 就是念这会儿 郭尔导一直让他做 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 我觉得把人短板 就是表现得太清楚 咱现在真拆得开 另外他脚下能控制住 这现在兵败如山挡 对 新疆兵败如山挡 防守问题其实是 对 防守问题 因为陈英俊这挡拆 欲取欲求 对 左手架着 朱川宇 右手露下来 其实你看 我们说每一个阶段 球队的用兵的目的性 不一样 对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 你已经从刚才 咱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五分 是 现在是十四分 那么五分的时候 你是有很大机会的 对 十四分的时候 你是非常渺茫的 但是并不是说 完全这个门已经关上了 对 是吧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那就 我是觉得 作为新疆来说 现在你要想 再有一搏的机会 你要把这个 这个 朱川宇 这个 朱川宇拿下来 我觉得朱川宇上的时机 咱们说直白点 就是不合适 不合适 对 是吧 因为从五分一直到 这个十六分 十六分 就是他上场这段时间 对 是吧 就很明显 对吧 很明显 如果说这个余晓辉累了 我可以接受 柔布卡迪江和艾兹麦迪 两个2米05的 在场上 因为其实 就是说这个 这个李延哲虽然高 但他的篮下 单吃 他也没有这个能 余晓辉四分 而且年轻人 体能没问题 他23分钟 没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 正在兴奋的时候 对 一个是对朱川宇的使用 而这朱川宇的上场 就刚才 我们不太理解的时候 为什么12号 会给那么大空间 你给梅森空间 我能理解 他带来的连弹反应 是大家都想去保护他 对 然后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12号会全收获了 你防陈英俊的人也收获了 陈英俊两个党 拆一个空位三分 是 这比赛说实话 有可能就大局一定了 对一下 因为 对吧 那你说 其实攻防两端带来的问题 全是因为换一个人带来的问题 是 对吧 这边换小阵容了 终于换小阵容了 这个小阵容就是拨刺刀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小阵容换的 虽然晚了点 但是还是可以的 对 是吧 就是他起码体现了一个态度和变化 对 止损呢 起码把竹刀油换一下了 就是说还是六分钟的 好球 第几个了 它是 今天是第十二个进球了吧 艾斯麦提 十 十三中十 这个 这不但打进 还是围体 艾斯麦提是十一中十四 十一中十四 十四中十一 对对不起 十四中十一 十一中十一 这点不是有点狠 其实就是 你看这个球的反应 就是说打进了之后 广州发球 新疆其实他退守的这个速度 大家都已经出现不专注 就是说从运运 其实也很可惜 对 运运他从内心是觉得 失去了那个最好的机会 已经失去那个机会了 因为我们平常打球也是这样 你觉得 就那么一瞬间 两个回合之后 你就觉得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对 就在咱们说那一派那 就那一下 是吧 那一下如果你 能迅速变一个防守 那时候还是有机会的 对 因为你换了朱山鱼 你也不可能去 你也不可能变了 其实关键还是那个换人 对 关键还是那个换人 所以有些场上时候呢 就那个换人啊 他会再来一系的的人所反应 今天新疆前三节打这么好 落后三分 是吧 进入第四节 现在是17分 就从我们观者的角度来说 比较可惜 对 如果说这球上来就输20呢 也就算了 是吧 对 其实有时候呢 就是在 看到有一跟对方决胜机会的情况下 其实 考虑的其实还不是你的轮转的顺序 或常规的轮转的这种状态 是 更考虑的是解决主要矛盾 解决主要矛盾 就是最后八分钟非常清楚 我就是掐子陈英俊 别人投死我认了 没错 但如果掐子他 我还有一半胜算 因为毕竟 我这个阵容跟你拼了 40分钟的时候 我已经拼到5分以内 对 对吧 对 所以考虑的是 应该是这个主要矛盾 那你要考虑这个主要矛盾的时候呢 你就会把所有的轮转换人 暴场上的策略 都是以这个为主 对 而且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新疆它是有这个人员基础的 对 是吧 确实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就是好像就那一分多钟 是 陈英俊好像觉得 他面前的天空豁然开朗 篮筐突然这样大海 12号位彻底就是 全就两个封线和防两个外线的后卫 全去拦下协防内线 对 围绕在朱川宇身边 给他支起了一套保护圈 但是却放开了陈英俊在外线的火力 对 陈英俊今天是28分 嗯 28分15个主攻 15个主攻太可怕了 对吧 你15个主攻 就说都是2分 这30分 是吧 一个人跟他有关的60分以上 我其实整场比赛 我客观的时候 我不觉得陈英俊打得比他前七场球 有超视频发挥 对 我觉得这是今天新疆防守给他的机会 对 就是你像这么一个逞军17分 球队的得分王 主攻王 而且这赛季 说实话 在整个前七轮 我觉得无论是外援 可能还是国内球员就在后卫这个位置上已经我觉得排进 应该是前五名水平的这样一个后卫了 你给他这么大空间 是吧 广州今年打的最就是被动的一场比赛 输广沙 输了26分 全场广州67分 为什么 因为孙明辉和胡锦球全场加陈英俊 陈英俊那场15中1 对 对吧 那你就看到就是说 当我把你发动机给 给完全给你加住之后 他的进攻还轮转的起来轮轮的起来 而且今天梅森又是这么一个状态 本赛季能够做到四次两双 而且助攻跟得分都有不错表现的后卫 就是赵继伟 对 弗兰克林 孙明辉 菲尔德 还有就是陈英俊 对 陈英俊今天这15个入攻 真是太 太令人震惊了 是 但是赛后如果你总结这场比赛 新疆对他整场比赛有什么 针对性的防守和布置吗 或者说 我觉得 没有 变化不太多 变化不太多 就这种情况前面我可以理解 是吧 包括你的常规轮转 嗯 那么包括就是你的进攻能够去对上对方 但是就像刚才咱们讲的关键球最后八九分钟这个比赛 毫无疑问就是第一就是恰对方核心点 对啊 十七分查询啊 嗯 一刹那 一刹那 十九分 这个已经 就是新疆已经大事一序了 对 帮did 现在其实就是能看到新疆队员那边已经 已经就是失去斗志 失去斗志 对 失去斗志 挺可惜的 挺可惜的 嗯 这个比赛就是从珠珊宇换人的那个环节到现在 好像是拆解成了两个部分 对 是吧 就是跟前面的比赛不是一 前四十分钟 不在一个夜晚 前四十分钟是一个事 是 或八分钟是另外一个事 是 挺可惜的 应该我觉得这场比赛最起码争胜到最后一分钟 而这新疆今天的这个比赛内容和这么多年轻球员展示出的这个斗志 跟就是他们身上的闪亮点 其实是可以有机会能够杀到最后一刻 对 不一定说能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吧 但是有一个决胜的机会 有一个决胜的机会 不是说到八分钟 就是两分钟 一分 八分钟到六分钟 一分半 一分半 就是让这个比赛好像是提前进入到的另外一个模式 对 今天 我说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六分 十六分 三分钟六中四 这个这个阿尔斯兰是十六分九次助攻打出了自己最好的一场比赛 埃兹麦提24分 14投11中 神准的中投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运动员 集中在一个夜晚 共同发挥 其实不是一件会经常见到的事 我们为什么觉得惋惜 因为你看到了他们在一个夜晚 共同发挥 那么让一支实力 咱们客观来说 阿卜杀拉木又不打 曾林区又不打 实力明显在下方的球队 在三节以上的时间 都紧紧地咬着 那么至少会获得一个机会 对 就是说他们遗憾的 就是在一个夜晚 这几个球员共同发挥 应该打出职业生产 最顶级的表现的时候 他们应该可以有这样一个 冲击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对他们未来信心的奠定 也非常大 不一定赢 但是我想看到那个机会 当然未来年轻月亮 有时候他会觉得 我们三个都打成这样了 你看最后还是有练兵时间 还是有练兵时间 又输20分 那是不是我们距离胜利 就是那么样 或者说我们这些人 在没有那些主将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达成这样了 都没有一个争上的机会 会不会就是离胜利很远 是 会 他就应该会产生 那么一点点质疑 是 有些时候对于就是年轻月亮的激励呢 不是你的不断的输出 跟言语上告诉你行 一定要自信 而是让他场上真正认知到自己 一定行 是 在那些主将不在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番作为 或者我们打得非常好的时候 也能有一个争胜的机会 是 是吧 这是 这可能是不同的这种收获 对 广州也是 我觉得就是从陈英俊 那两分钟 两个等差 一个空位 三分头进之后 他们那个紧张的神经 绷着的那根鞋终于松下来了 一下松下来了 说终于是 进入到自己控制的那个模式 对 这个张静武知道也挺有意思 现在陈英俊和梅森还打 其实这个比赛 说实话就在 至少两个钟以前 是已经失去任何悬念了 是吧 这个著名阵还打 可以换换人了 也能理解 临场执教 可能这边也忘了 先 忘了这事 其实二十岛那边早换了 对 这种情势篮球场上的这个 常规就是落后比较多的一方 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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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换了你也就换了 你也有全换主力就完了 好 好 那天咱俩说第一场吉林打山东 嗯 好像是没第一张 突然也觉得看不行就吧 对对对 高志源跟头眼睛又拿过呢 对对 连换三个主力 但是那天不一样 那天是剩十分钟还是九分钟啊 因为二多分差距 对 就换人了 换人打的还剩三分钟 一看不行了 对 现在是已经剩两三分钟 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是吧 最后新疆现在还是要输二十分 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 站住 这场赢下来广州是六胜二负 应该是稳定的 他们在联盟应该是中上游的这样一个位置 而且这场球对于广州来讲很重要 这是他们锅的 当然申诉还是在进行中 没有最后的结果 但是一旦这个判罚不改变的话 其实五场的时间是挺长的一个时间 因为你本身第一阶段就没有多少场 对吧 这样特别对球队来讲 就是广州刚开始上劲 会容易出现一下泄力很大的情况 但是第一场被罚不能临场之叫 大家都很慌乱的情况下 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对大家的信心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 就是真的挺为新疆惋惜的 就是阿尔斯兰 埃斯麦提 都打出这么合力打出 职业生涯的高光之夜 是 而比赛还有八分钟的练兵时间 这个对于两个小伙子的内心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不得而知 但是其实他们今天应该 其实有机会去赢得一个争胜的机会 或者让比赛的悬念最起码延续到最后处 是 收费然后码居 点赞的放 Once 转发 Time 来看看双方的技术统计 这场比赛新疆半场 打到了60分 59 59 60分 那下半场只得了这个40分 第三节还有31分 对 第四节17分 所以说这场比赛 就刚刚我们说前40分钟 后8分钟是两个事 陈英俊是本场比赛 我们迷姑评出的MVP 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 另外这场比赛的15个重攻 太可怕了 7投11中 28分 陈英俊刚才跟我们说的 在国内球员后卫的位置上 确实是非常出色 他现在分刚才说的 孙明辉 赵继伟 已经是在联盟当中 连续5次 4次到5次有两双以上 而且保持高效能的 这样的国内后卫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 这场比赛的这个发挥 其实跟新疆对他的针对性 防守不足 说实话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给他这个 就是连续的支配球的空间 像这样一个绝对的核心后卫 就是球队当中看上去是大70%的球权在你手上 60%到70%的制造机会的能量全在你身上 这就是一场比赛 你防守的最大主题 什么也不干 应该就把他给压住压死的这种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今天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大了 最后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可惜 是吧 因为新疆本有机会去打到最后 但是最终体现出来 就是作为这样一支年轻的球队 他的关键球的各方面的能力不足 那么从第三节后半段 那么我们当时在看广州改变了 又守了一段联防 然后艾兹麦提又进了俩之后 那么不再守联防了 就是人精人 而且防艾兹麦提那个人 永远扎在他怀里 就不离开他 那么从那个球之后 艾兹麦提只在进过一个球 后边的一截半的时间里边 只有一个 那个球好像还是一个上篮 还是一个上篮 不是中级 就说明从广州这边 他防守是非常有针对性 其实对 虽然调整也稍微晚一点 但是还是 就说明张二老 因为他临阵就是换帅 他有压力 但是下半场还是延续了 就是广州他防守比较有针对性 就最起码我们看出来 我们能看出来 是吧 去贴他 那包括就是全场下来 对这个 对在阿尔斯兰头中的 第四季三分之后 后来对阿尔斯兰的这种贴方 对 那么一开始你显然 就好像不重视阿尔斯兰 就认为他不厉害 是吧 或者他给不了你那种影响 但是人家当当劲 那么后边全场去贴 去撕咬 撕咬阿尔斯兰 不给阿尔斯兰空间 那么你把艾兹麦提和阿尔斯兰 这个两个点 就是摁下了之后 那么你看第四节 就是这个谁 这个新疆就是整节 就17分球 那么在你进攻打不开 没法跟对方再去拼此招 再去抗衡的时候 显然对新疆的要求 就是那你要去依赖防守 对 第四节我进攻不行了 我进攻没有绝对核心 第四节打不开了 那我依赖防守 但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是吧 整场比赛让对方的核心 陈英俊获得了太多机会 而且就在比赛 就是有可能像两个流向去发展 那个关键时刻 然后换上了朱川宇 换上朱川宇就意味着 你是完全不可能价值陈英俊 朱川宇最怕的就是挡拆 而陈英俊 可能是国内球员里边 挡拆水平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从那一下 这个比赛就胜不一定 我听出了 你的总结就是 双方在下面上提现出的 防守的针对性的区别 造成了这场比赛 最后出现了比较大的 其实前三节跟第四节的不一样的基调 就是因为双方防守针对性的差别 对 这确实是很明确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还是希望新疆的这些年龄球员能够保持信心 其实今天比赛当中 大家看到了艾斯麦蒂这个特点 他之前61%的名龄位 今天这个14中11 这名龄又得提升了 一个内线球员靠投篮 如果八轮比赛下来 70%的名龄位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令人惊叹了 是吧 而且你看到 余晓辉这样 之前打不上球的球员上来之后 我真的看到 他就是这么瘦长的身材条件 但是他下盘的力量 包括他的你看他做了很多的掩护 质量很高 没有一次的掩护方位 没错 你要想当年这很多的内线 包括周琦刚打第一个赛季的时候 有多少掩护方位 是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球员 年轻球员在身上他们的亮点 但怎么把这个亮点 在球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上 让他们觉得 他们只要是能够闪耀的时候 大家一起合力 无论阵容招容我谁 我们能接近胜利 这个会给他们持续的一个动力的 没错 信心的数数 是 前三节 前三节新疆队在进攻上 确实是非常的清楚 这都是陈英俊 中距离急停跳投 每一个都是挡拆 大家看 每一个都是挡拆 每一个都是挡拆 这就是那个第四节 那8分钟到6分钟 就朱川宇在上上那个 因为连如果李延哲 都能做出这种 凌波微步的时候 你就说你防挡拆的时候 因为你上了朱川宇 之后给对方的空间有多大 所以这场比赛实际上虽然最后比分差距很大 而新疆也比较遗憾的失去了最后争胜的机会 但是纵观比赛大部分比赛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有比赛内容的 我们也持续会关注两支球队未来的表现 来看看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计划跟赛程 在这场比赛之后 那么周五呢 这边广州要打广煞 同西之后再打新疆 吉林跟山东 如果郭之导就是五场停赛的话 那应该是要打到12号 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是应该能辅助 如果这个判罚申诉不得没有变化的话 其实赛程也挺难的 因为老达北控 老达对 这边是新疆后面的赛程 同西北控广州广煞吉林 不好打 不好打 其实并不是对手多强 主要是看自身的现在的势力和配备 是吧 但是我觉得主要小伙子 今天年纪球员有这股劲能够继续保持住 他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特点展示出来 我觉得还是会接近比赛的胜利 对 因为他各有特点 我觉得打球一个队就怕没特点 大家都差不多 有好几个运动员在场上各有各的特点 现在新疆就是说关键球我谁来处理 或者关键球我谁来发动 因为他正常情况下还会有阿布术沙拉木 是吧 那么他咬牙坚持 现在很快第一阶段打到11月中旬结束了 那么第二阶段可能慢慢就有外援能够进来了 是吧 那么后边外援进来之后去弥补新疆 就是核心球员不足和组织核心 是吧 软肋之后 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特点一发挥出来 他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 今天晚上这比赛无论如何 我心中的MVP是艾兹麦提 他那14中11的钟头 已经牢牢的硬在二阳的心里了 是吧 真是棒 希望继续保持 后面的比赛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转播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